所有朋友首部知道的电影《佐尔》 不仅是一举拿下了4.3亿的票房 更是捧红了杨阳 欧豪这两位新生代的男演员 那杨阳已经开始马步停蹄地接新戏了 欧豪当然也没闲着 在上海热力开场 一条牛仔裤加上一个坏坏的笑容 眼前的欧豪在舞台上已有了大将风范 自从遇见了所有棚之后 欧豪被正式带上了电影这条路 更是凭借《佐尔》当中张扬一决 深深注尽了观众的心中 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也不委屈自己 戏里的欧豪自卑暴烈 然而生活当中的他却是一个乐天派 其实不了解我的人会觉得说 其实欧豪平时就是那样 但其实我私底下 是一个挺开心的一个人 所以说是通过选秀出道 在电影圈而成长 能唱会跳长得还挺有腔调 说不定欧豪就是下一个巨星呢 有了星天地上还采访他 对不起 254 28 21 23 29